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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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的剧种有32个之多 剧种不仅有京剧 昆剧等主要剧种 还涵盖了巴林戏 鸽子戏 蒲仙戏 四周戏等稀有剧种 小朋友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领略到各个剧种的丰富内涵 这其中 这个名为刘二与四妹的剧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八岁的张千月小选手表演的干男采茶戏《刘二与四妹》剧种特色鲜明 她一人分是两个行当 妆容 服饰 一半是丑 一半是花旦 当丑的一侧面向观众 就以丑的城市表演 当花旦的一侧面向观众 就以花旦的城市表演 台上虽然是一个演员 却是两个人物 表演难度很大 我敢敢你嘴子 看起你个花旦的脚 我也问你去跑起一看 见我猫的我剪招 哎呀 愿来是幻师妹 看 帮她散双脚 哎呀 散双脚 张千月的父母都是干男采茶戏的演员 所以 妈妈一小艳 理所当然的 就成为了她的指导老师 这种形式吧 在干男子俩戏里面 就是原创的 是我之前是演过的 然后现在呢 就是把这些片段交给这个小家伙 张千月小朋友从小很喜欢戏 四岁开始跟着母亲练功 在这处《刘二与四妹》中 有一个技巧需要立起脚尖 并且屈膝进行表演 小姑娘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背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像她这么大的小孩呢 就是之前立脚尖呢 这个脚啊 脚趾呀 全部都就是磨破皮吧 有一个脚趾出血了 是这样 所以就是 然后她的这个腿部力量也要增加 现在正在后台后场的小女孩叫陈怀可 今年九岁 来自山西陵墳 今天她要上台表演的是山西蒲剧《挂画》 这处剧目是蒲剧的代表作 琴枪 禁剧 京剧等剧种也曾移植过这一剧目 这处剧目中 为了表现女主角挂画时的喜悦心情 需要在这把螺圈椅子上做出很多高难度的技巧 这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保证演出的成功 酒店的走廊就变成了临时的排练场 从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开始 指导老师斗爱香 就要求陈怀可每天练习五个小时 这样才能确保演出时做到万无一失 咱们要就像打仗一样 最后咱们把仗打完以后再玩 随时孩子从来到现在都没休息一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 舞台上 陈怀可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征服了台下的评委和观众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回馈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但是演出结束后 陈怀可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开心 然后我从来没有失误过 今天第一次失误我就快愧疚着了 我就特别愧疚 我觉得这次最热的演出我失误了 原来 在表演中 原本头巾和衣服是不应该同时扯下的 但是因为临时更换了技法 所以表演时才出现了失误 但当妈妈和老师把最后的 我们在咱们边上这个小区里头 有一块篮球场 我们在咱们边上这个小区里头 但是是水泥场 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练功 然后练了半截 孩子跟我说 爸爸 我的脚里头进去石头了 我说脚里头怎么能进去石头呢 结果一看 鞋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双鞋只坚持了三天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正是台下一次次的练习 才有了台上光彩夺目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 秦嘉义和陈怀可两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 山西省林坟市可幻戈登斯顿学校 虽然这是一所私立学校 但是却非常重视戏曲教育 自2014年戏曲进校园以来 这所学校就将蒲州帮子列为学生的日常课程 并且聘请专业的蒲剧老师为孩子们上课 我们从这个戏曲这一点来切入 然后把我们的戏曲课当成我们的特色课 并且是普及 我们所有在校的学生全都是普修课 每一个学生每周都有两节课 每天晚上都会学练习曲一个半小时 然后周六周日三个小时 这次 这所学校选送的三位小选手 都进入到了小梅花惠萃个人终审评选中 并最终都获得了业余组小梅花金花的称号 这位正在烈日下练功的小男孩叫管仁川 来自辽宁丹东 今年八岁 别看他年龄小 但他却选择了一出挑战很大的剧目 来参加展演 那就是京剧秦琼观阵 唱 唱枪非常美 非常难唱 动作虽然是不多 但是你要求的非常规范 非常的好看 但是要求腿 一旁的指导老师傅盛轩 今年已经79岁高龄了 但依然亲自从丹东赶到上海 为管仁川靶场 记住 听音乐 小声唱 上去以后不要装 站稳 吃抬锤 使劲抬 闷着上 听了没有 记住 轮到管仁川上场了 他能否顺利地完成这个难度系数 如此之高的剧目呢 法场的傅老师也颇为紧张 作曲 李宗盛 虽然有些动作完成的略有瑕疵 但是管仁川还是得到了 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毕竟让一个八岁的小朋友 完成难度如此之大的一出剧目 是相当不容易的 但以严厉著称的傅老师 却对小朋友的表现不甚满意 不满意 那么高的关系 天爷来了就走了好几圈了 因为我们平时练的都没有地坛 一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地坛 孩子穿固的鞋 但是不实力 所以他占得不稳 这个是咱们的 我的责任 回去以后借钱也买地坛 最终管仁川以97.91的高分 赢得了小梅花业余组 精华的好成绩 这位可爱的阿庆嫂 名叫陆佩敏 来自上海市金山区 是全场年龄最小的选手 她表演的是 护具《炉荡火种》的制斗选段 别看她年纪小 但是专业程度却不容小觑 这位可爱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年纪的陆佩敏 就获得了上海少儿戏曲《小白玉兰》的称号 在家里长辈的影响下 陆佩敏从一岁开始就接触护具表演 在上海青山区实验幼儿园上学期间 赶上了护具精校园活动 陆佩敏便加入了幼儿园护具社 每一周和其他70多名小朋友一起 接受上海护具院吕贤力老师的指导 刚开始有点困难 毕竟小 你看现在这一个戏牌出来 一个字一个字 一句一句教的 然后这个还特别小 这个孩子才中班 他们两个大班还好一点 能够有今天这个水平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近年来戏曲进校园的成果显著 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加入到了喜爱国粹 传承国粹的行列里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舞台上一朵朵小梅花静香绽放 舞台下一遍遍反复练习 凝结着无数老师家长们的心情付出 从这些小梅花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戏曲的种子 正在他们的心中 生根 发芽 茁壮成长